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54岁 来自黑龙江是名司机 来 有请刘先生 有请 女嘉宾补女是54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无业 来 有请 欢迎老妹 这谁要来的呀 我 你要来干嘛呀 哎呀 就这么过了三十多年了 就一直就是吵吵闹闹 一直这么过 完了就是他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 哦 成天反正是他要说做的事 你就得做 你要不做他就不愿意 说我这个大男子主义 有我这样是大男子主义吗 下班回家 洗衣服 做饭 看孩子 全是我 那我上班哪有时间 都是上班 我也是上班啊 你上班下班干啥 你不就是玩去了吗 大姐 你这不对啊 你听他说 那我上班给人个人打工 那一定老板 一定安排你干啥 你就得干啥 但是我这工作是销售 那肯定有客户 陪客户什么的 那他都不愿意 跟你吵啊 要成天吵啊 你老跟人吵啥呀 说不通啊 说不通 本身咱就没有多少文化 对对对 一说话 嗓门还高 哦 就是嗓门大 活没少干是吧 活没少干 说您得过癌症是吧 对 康复了 嗯 现在是三年了吧 哦 这这这这 这不是还行吗 身体这么好 现在还可以吧 对 你要是气不是早那个 说明还可以啊 这也是生气得的 不生气不能得这病 我的天哪 就这这这 大哥气的是吧 对 您生病的时候 对您照顾的怎么样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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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病照顾还可以 完了就不是病好了以后吧 嗯 我就找了个工作 我现在家呆子吧 也是觉得挺郁闷的 我就找个工作干吧 找个工作干呢 就干上这个工作呢 就是呃 在一起呢 就是同事就挺好的 挣得多一些了 多一些同事说呢 那就请客吧 你挣多了 我是行的 我就请吧 我请客 我就得带他去吧 这应该的 啊 带他去了 可倒好 把我橘子给我砸了 为什么呀 去了以后 大家在一起 人家就说 哎呀你看这小谷可能干了 小谷真能干 哎呀 可优秀了 怎么怎么 他就不愿意停了 你本身你就有病 呃 一开始我就不打算 让他上班去 因为啊 你病刚好 咱又化疗 又那个 可嘉养着呢 好朋友养着身体 有点好点了 我说这可嘉 咱接着养呢 对啊 啊 他这不行啊 可嘉说闷你 非要找个地方上班去 啊 这不是找个 找个地方上班吧 这个活不太累 就站在柜台里边 给你开个 开票 就发发货啥的 这不挺好的吗 啊 啊 就当也就当出去散心的 这啊 他这一上班倒好 完了 啥活 都给你干去 呃 人家卸车 他就帮你当 装修工去 那人家老板 那应该给个人打工 那老板说 你去帮他 老板说我有病 那你老板 要你去干啥 干啥 肯定就去干嘛 他就不愿意 那你这玩意 也不愿意 他们同事 再一夸他 你知道吧 你肯定生气 我肯定生气 你说我在家里 像佛一样 我可嘉 我就供着他 不要再干活 你上这个地方 你干这么累 得活 完了 你再累犯了病 不回家 还有我伺候你 我照顾你 大哥这话没毛病 心疼你 再说咋 那你就想说 那你就是回家说吧 回家说不不管用吗 第二就开始说 整得我一点面都没有 这个饭没等吃完 那卷给搅了 菜也没上齐呢 打包回家了 回家就生气呢 我俩就